曾几何时,凭借美元优势和源源不断的农产品出口,美国农民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然而,美国农业经济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全球大买家对其农产品青睐的基础上。 一旦全球大买家不再大量采购或停止采购美国的农产品,美国农业经济则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萧条。 无庸置疑,我们从2018年498个美国农场宣告破产。 美国中西部农场破产数量创下金融危机后最高纪录就可以说明问题。 要知道,美国农场主经济是美国农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一家美国农场往往养活着几代人,几十个人,甚至更多。 因此,498个美国农场破产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样拥有广袤土地资源。 人口较少的经济体货迎来农业经济的重要发展期,并实现更多创收。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农业经济正是如此。 数据显示,近五年,俄农业产品产量增长了20%,农业成为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近年,俄罗斯的农产品外汇收入已经达到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创汇的约四分之一。 俄计划2024年使农产品出口达到45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俄农业领域不断加大与中国市场的深入合作。 这在俄多次提出计划向中国投资者提供土地资源,大力吸引中国资金的到来。 致力于发展农业项目中就可以说明问题,俄媒报道。 俄科斯特罗马州副州长帕维尔·阿列克谢耶夫早在2017年11月就提出, 该州有意欲希望在牛奶生产和畜牧业领域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 阿列克谢耶夫说,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约有36万公顷农业用地。 我们目前只利用了一半。 我们准备为中国合作伙伴提供土地,以便他们修建牛奶厂。 我们也准备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畜牧场建设用地。 这意味着,俄科斯特罗马州曾打算并愿意向中国投资者提供约18万公顷土地,用于奶牛养殖等相关农业项目。 该州副州长表示,中国投资者可在该地区新建养牛厂或者养猪、养兔厂。 他说,投资可大可小。 我们建议实施的项目的投资额在1500万-2000万美元之间。 而到了2018年时,俄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支持属投资经理则直接表示,俄愿意向中国企业提供土地用于农业。 大约可以把100万公顷土地用于农业项目。 紧接着,俄中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文件显示,俄在农业方面再承诺为中国投资者参与的项目提供土地和优惠融资。 再结合前面提及的科斯特罗马州的吸引中国投资者的计划,目前已知的,俄获计划并愿意向中国投资者提供118万公顷土地,以用于农业项目。 也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的驱动之下,我们注意到,俄没曾提及,目前已有中国投资者在俄参与了大豆种植、加工、奶牛养殖、卤制品加工、蘑菇种植等多个农业项目的合作。 比如,俄农业部新闻初数月前发布消息显示,中国山东的投资者有意在莫斯科州新建蘑菇种植和牛奶加工企业。 此外,中国企业还对畜牧业饲料的生产和采购感兴趣。 再比如,我们多次提及的,哈尔滨一家农业集团作为在俄境内超越日本、韩国等亚洲投资者的在俄最大外国农场主。 2018年在俄种植了45万亩大豆,获得丰收后,去年千吨俄产中国大豆陆续抵达中国市场。 这些迹象都表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农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 而在中国资金、技术与俄罗斯的土地、农产品等深度融合合作过程中, 无论是俄罗斯农民还是中国投资者,以及中国市场都将广为受益。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农产品历来都已干净、清洁而闻名于世。 对此,彭博社曾指出,中国市场上许多消费者都十分喜爱由俄罗斯大豆榨出的大豆油。 2018年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大豆出口翻了一番。 100万吨俄罗斯大豆运抵中国市场。 而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何振伟曾表示。 美国大豆的市场空白货3000多万吨,这都将由其他大豆代替。 显然,这是俄罗斯农民的巨大商机。 而这货仅仅只是俄罗斯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的缩影。 就以乳制品为例,有专家预计。 到2026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费量将达每年44.9公斤。 这无疑也为俄罗斯农民带来了商机。 俄工商会副主席帕达尔科去年3月就曾表示。 中国市奶制品市场可以吞掉很大量,我们的生产者当然更希望出口制成品。 牛奶、奶油、奶酪等。 而俄远东发展部部长科资洛夫也曾表示。 俄远东地区未来每年可能向中国供应约100万吨奶制品。 也就是说,百万吨N牛奶货将抵达中国市场。 不出所料,事情果然有了最新进展。 俄罗斯卫星通讯6月6日报道。 俄罗斯乌德木尔特共和国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布列恰洛夫表示。 乌德木尔特当地企业已经开始向中国出口乳制品,首批数量为37吨。 布列恰洛夫说,初期供货中不仅包括近500吨巴士杀菌牛奶,还有40吨冰激凌,此事正在落实当中,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发展和开拓市场。 可以看出,俄罗斯农民已通过增加多种农产品的出口来扩大中国市场份额。 而增收,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农民却正陷入持续困境。 除我们曾提及的,美国高粱船掉头返航。 中国买家多次取消美国的大豆、玉米、猪肉、红酒、龙虾等等农产品的订单之外。 美国的奶牛养殖业也正在面临空前重挫。 例如,美国的奶牛养殖大洲威斯康星州去年约700个奶牛厂受到了重创。 由于许多农民纷纷减少养殖,该州的奶牛厂数量也下降到8000头。 比10年前下降了40%。 威斯康星州在2018年,有49个农场破产。 是全美最高的,也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达到2009年该州农场破产量的两倍以上。 我们近期提及,萨拉一家三代在威斯康星州经营奶牛养殖今年整整100年。 但尴尬的是,萨拉说,可到了今天。 如果往后还是一点希望也看不到,我想这里就不会有奶牛挤奶了。 显然,在不断失去大买家。 损失惨重的过程中,美国农场世代化的特征货也正在终结。 面对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农业经济,美国农民获已望沉默及。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即使未来恢复市场。 美国农业经济获也很难再恢复往日的繁荣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